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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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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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目前为止滴答野排胜率最高的地图 像是大家常在说的某些机甲攻坚地图 又或者是抢星模式的夹星蛋糕之类的 其实都需要有点实力 因为像是队友不帮线的话 滴答是很容易被敌人贴到脸上的 但是这地图不同 各位 你们就把自己当作参观动物园的游客就好 看到没有 里面柵欄都帮你围好了 只要站在安全的范围内一直把飼料丢进去 等到动物都不在的时候 再继续把浪费的捡起来 一直重复就可以升杯了 一起看看吧 在看的同时顺便跟大家分享几个要点 滴答在有大的情况下尽量不要犹豫 马上把头送出去你才有办法再累积下一个头 因为这模式的滴答是不需要留大来自保的 如果有人绕到后面来对付你 那你们对我超赚 还有就是这地图的几个点是必经之路 最必要的情况是可以重复在一个点上 优出超过两发子弹 像是弹簧降落的点 左右两边的走道以及据点 如果实际算得准是可以直接带走敌人的 滴答在这游戏的定位本来就是投资牵制 所以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之前 都要尽可能的留在攻线的最后方 一直牵制才是让敌人觉得最难受的 当然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还是需要帮忙站一下点 最后就是如果时间上允许 滴答是有必要上前来帮忙把敌人的卡清掉的 因为除了头之脚以外的角色 特地绕到敌人家去是非常损失的 不打掉敌人的塔又过于烦人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然后注意以上几个要点 在这地图没有队友也可以把滴答稳稳的送上去 虽然说配路人总会有雷包 但我玩下来胜率也超过75% 只要不是掉线或者搞不清楚规则的队友 胜率都非常稳定 等等会继续撞上一些对战给大家做参考 碰到不同类型的敌人该怎么去应对 相信看到最后的你 下一次就可以在这地图大显身手了 下一次 接下来这一场是大家刚刚评图看到的妙礼堂 我地带的头不知道怎么锁定一个追不到的目标 导致卡着不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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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